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看这一段画面 来自于日本的鹿尔岛 就有人拍到了红框的里面是什么 飞过了火山口 不明飞行物幽浮吗 可怕的后面居然跟了一串 今天社长要带我们来看到 在人类的历史上 居然留下了这么一段罕见的档案 飞碟 急坠 坠毁 打入了民灾 后面发生了一人串科学 你没办法解释的事 对 镜像 十夜大惊奇在哪里 在鹿尔岛的上空 十夜五号一个幽浮舰队 就从鹿尔岛上空这样横跃过去 而且你看这个舰队你注意看 后面那一 前面是母舰比较大 后面整个舰队它速度不但快 而且可以上下变换位置很快 那我们讲说 外星人之所以可爱 就是他离我们 有时候离我们很近 但有时候又离我们很远 你看得到 那你又很难靠近它 那我们讲说在地球上 其实不只是这个十夜惊奇 地球上其实有很多的惊奇 就是所谓的地外文明留下来 我今天要特别讲两个地球上的最大的悬案 第一个是在哪里 在1973 1973在罗马尼亚一个叫艾乌德地区 地区 它当时是在开一条河 在挖一条河 结果在河床底下 十公尺深的地方 挖到了一个东西 就这一个 这个它一看就是人造物品 人造物品 你看它砖孔 砖洞 这个 有人讲说这个有点像怪手 我们现在怪手前面那个爪子 后面这个地方 就是从这个河床里面挖出来的 对 有人讲说它形状像那个怪手的爪子 也有人讲说它现代飞机的一种起落架 跟这个长得很像 那重点在哪里 这个东西一出来 因为是在地底十公尺深的地方 对 所以科学家一定会看地支层 这个地支层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时候的 结果一看 二十五万年前留下来的东西 二十五万年前 对 因为那个地支层 一层一层它都可以做检验 有几乎一测定就知道 大概几万年 几千年 一测地是二十五万年 那二十五万年 其实这个东西如果是石头 那倒也罢了 问题在哪里 它这个不是石头 它这个是一个金属物品 而且是一种铝合金 你跟我讲二十五万年前 有一个铝合金 这是什么样的冶金技术 从哪里来的 对 我们知道 人类在铝合金的技术 是在1825年才懂得提炼铝 1808年 1808年 也不过是两百多年前而已 我们这头二十五万年前的事 对 才知道铝严肃 这个东西是 你看它这个切片 切得非常清楚 而且你一切开里面是那个 那个银色呢 就是铝 我们现在就来讲 铝合金刚才讲 1808发现这个铝 然后1825才懂了冶炼技术 铝合金有多难 你知道即使到1940年代 希特勒 其他发动欧洲世界大战的时候 当时铝合金被希特勒归纳为全国最高机密 你不能流出去 这种技术很困难 很困难 那这个东西在二十五万年前 它出现了 第一个它不符合逻辑 你现在二十五万年前 自然都还没出现 它既然出现了 那做什么用没有人知道 是一个谜 但它这个东西不应该存在了 它存在了 这第一个 第二刚才大家看了这个孔 这个孔 我们知道钻石砖孔 钻石机那个钻石头 砖孔机 也是在19世纪末才开始出现了 你也要砖孔机才砖得出这个孔 对 那刚才讲这个铝合金 它的硬度就加上很多的东西 硬度这么高 一定要砖孔机 二十五万年前也不可能有 你不要说二十五万 八百年前三百年前 你都不可能有 你去钻这个铝合金的这个孔 怎么钻出来 它切割成这样的一个完整 刚才讲那个孔又钻得那么圆 而且你在钻孔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温度 太高的时候 那个温度太高 你还会融化 会氧化 所以这种东西 它很多不存在的一种 这种技术 它二十五万年前出现 第三 后来科学家把它切了一块下来 切了一块下来 去检验它里面的成分 你看 你看这边特别的铝 占了百分之八十九 将近九成 对 铜占了百分之六点肉 其他还有细 鑫 蜜 银 银 银 很多 最主要有十二种物质 已知道的一二三四五六 六种知道 还有六种地球上没有的元素 未知 从哪里来的是什么元素 不知道地上没有那种元素 所以这种东西它很判定 天外来客带过来的一个东西 二点三公斤 这是其中的一个悬案 到目前无法破解了 第二个 第二个我们要讲是1897年 1897年那是百年悬案 1897年在德州 美国德州 德州一个叫爱洛拉镇 爱洛拉这个镇 这个小镇在1897年的4月19号 早上六点多的时候 人们刚起床 有很多人看到天空 有一个很亮的火球 正越过这个爱洛拉小镇 结果这个火球好像是坠落了 它去打到哪里 打到一个当地有一个法官的一个农场 农场里面有一个风车 它直接撞毁这个风车 大家看这个影片很清楚 撞毁这个风车 这么准啊 这个火球其实可以看得出来 是一个血痂型的东西 后面冒着熔烟 它撞到这个红车以后 又撞到好几颗橡树 橡树很粗很壮 它把橡树有了撞断了 也就是直接这样插过去 插过去留下很多的痕迹 然后在地上起火爆炸 爆炸成一些碎片 所以当地因为清晨 很多人睡觉中惊醒了 震动这么大的风鸣声 结果就赶过来这边看 地上布满了这张 你看地上部门的这个 有没有银色的 银白色的东西碎片 到底是飞来什么东西 撞上去了 银白色的东西 刚才说是雪痂型的飞行物 那各位知道 刚才是1897 人类飞行物还没有出现 人类飞行物 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 是六年以后才开始 而且升空 莱特兄弟那个升空的飞机 是木头做的比较轻 滑翔翼的 飞了59秒 1.6公里就下来了 对 这个是整个天空障 直接冲过来 一个雪痂型 已经比我们所知道的飞机 还要更先进 先进很多 而且它有一个几何形状 它还不是说 你随便的一个所谓的彗星 就这样撞进来不是 一个雪痂型 雪痂型 而且彗星如果撞地球的话 或者是隐石撞地球 它留下的是银铁 它这个不是 我刚才特别讲 它当地基民赶过来 看满地那个银色的碎片 银色的碎片 对 那当天在德州 有一个报纸叫达纳斯报纸 对 特别你看 这边都留下证据 这张报纸就是当时 达纳斯报纸 那个留下的 当时的那个 那个记录 记录的文字跟照片 OK 那这边 你知道科学家碰到这种问题 当然一波一波又赶过来 来赶过来这个小镇 所以这个金属 他们把它定名叫 奥洛纳金属 因为是这个小镇 奥洛纳小镇 过去没看过的 对 奥洛纳金属 那奥洛纳金属当然就要检验 跟刚才完全一样 就是铝合金 又是铝合金 又是铝合金 对 而且铝合金这种东西 刚才讲 它这个铝合金 跟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像 罗马尼亚那个 那个铝合金铁 不一样 它里面成分是 含百分之九十的铝 百分之五的铁 其他也是一样 位置元素 又来 都是搞这种东西 那你看我们画面上 所拿的这种东西 这个也是当时撞毁的时候 捡到了 像齿轮一样的 一样的这种 对 所以证明 它是一个天外的飞行物 而不是陨石 不是讲的 什么飞行撞地球 不是 那它撞毁以后 后来 1897发现 那刚才讲 这个法官叫提姆 提姆 它后世子孙 我们在1957的时候 他的孙子 1957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 当时这个碎片很多 因为不晓得这种贵重 他们把它丢掉 丢到这个农场里面 一口井里面 那这个井在这个提姆 法官的那个孙子的时代 就把它封起来了 对 那为什么要封起来 因为当时他们看到了 除了这个碎片以外 他其实有看到一具 像人体一样的东西 但像小孩子 不只是幽浮撞过来 连外星人都死在这里吗 对 所以总共有两样东西 一个是这个金属碎片 银色的金属碎片 一个就是像小孩子一样的大体 但五官跟人不一样 当时也搞不清楚 什么状况 就把它埋在当地的一个墓园 做了一个墓把它埋起来 还立了一块石碑 当时还磕了这个 你看这个石头 还磕了一个像这种 幽浮造型的东西 你如果当时有留下来 这个爆炸洒出来碎片 你一定有很多遗落的地方 或者有些根本就插到地里面 通通把它找出来 你看这个金属探测器 它在探测这块地方的时候 发觉地底下 有很多不明的金属环境 而最主要刚才讲了 它不是这个 幽浮撞到橡树吗 橡树有很多撞断的痕迹 还有插过去的痕迹 它会把一些残片 直接牵进那个树里面 结果这个金属探测器 我在看那个影片的时候 这个金属探测器 在连这个树多扫描了一次 结果一靠近这个树 就插过去插伤的那个地方 那个探测器 叫得非常尖锐 这么久了 那浓度到底多高 对 所以不知道 它就很多的金属物件 还留在下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刚才讲说 好那有些丢掉 丢掉那个口井里面 对 那简简的把井封 你井封了我就把它打开 进去找 对 结果没有找到里片 但水里面含了很多的那种铝 跟铝结合的氧化的那种水 结果水里面有铝 那水里面有铝跟含生死一样 你不能喝 喝了就会铝中毒 那这个事件刚好就跟 我们讲说这个提姆法官 提姆法官当时把这个铝碎片 丢掉那个井里面 但他不知道井水它会渗透 对 会渗透到地下水 他喝了很多 包括附近的鸡米 喝了很多这种水 那会怎么样吗 那个手我们其实都有突变 他那个手整个关节这边 像那个 你看 这个手整个关节这边 整个变形 整个肿 像肿瘤一样一颗一颗 是 一颗一颗 所以当地有很多人 那不晓得是什么意外 那后来也是一样 一些家过来 才发觉 他是有铝中毒 那代表说这个地方 当时留下的那个铝片 他的真实性是非常可靠 所以这个事件一直到现在 1897到现在一百多年 所以他们把它列为百元悬案 因为有报纸证明 有铝的这种东西留下 铝片留下来 有很多的铝的中毒的东西 包括那个外星人所埋的地方 他都留着 但是美国跟德州政府 他不准你去挖掘这块核木里面 到底藏有什么东西 也是一种绝密的资料 究竟是谁翻转了时空 或者说扭转了时空 为什么 在一万年前的这个古文明 就锁在厄瓜多的 这一座黄金洞穴之中 他藏着什么黑科技 社长居然让甘乃迪 都为之震惊 对 今天像我们知道 所谓的印加古文明 是在哪里 是在我们讲的秘鲁 厄瓜多 跟波里维亚这个地方 南美洲这一块 其中包含了厄瓜多 厄瓜多跟秘鲁交界的地方 在1965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人是阿根廷人 他是一个考古学家 也是一个探险家 叫胡安莫里兹 这个照片留下来了 胡安莫里兹在这个 厄瓜多的一个丛林里面 靠近秘鲁那个地方 他发现一个山洞 这个山洞 就像你看 这个山洞非常明显的 它是经过人工制造的 你看它的进口的地方 人都在这边走 进去的地方不大 但是这个上面那山洞 石块切割得非常整齐 这个山洞是经过人工的 不是自然的 这个山洞里面我要先讲 这个叫厄瓜多的黄金洞 我今天特别要讲 它里面其实最神秘的一个地方 是你看它这个黄金里面 它有刻画这个金字塔 厄瓜多的 蓝莓 刻画这个金字塔 它里面也找到一个这样的石头 这个石雕 这个石雕是什么 金字塔的石雕 这个石雕在晚上的时候 它是发光了 它也发光了 所以你晚上一看的时候 你看它变成这种颜色 白天是这种颜色 晚上是这种颜色 最主要要注意 它最吸引人目光的 是它上面这一块 小三角形 等于说这个金字塔顶端这个顶石 中间有一颗眼睛 非常明显的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 我们叫它上帝之眼 或者叫宇宙之眼 这颗眼睛有什么猫腻 有什么 你看美国的一眼美超 美国一眼美超的这种背变 你看跟厄瓜多的这个情况 美超的背变 我们把它放大在这边 它也是一个金字塔型的 上面也是一个像腾空飞起来的 一个眼睛 上帝之眼 美国人叫它上帝之眼 你这样一讲 我觉得这两个根本一样的 对 还有一点是 你如果联想到埃及 埃及的三大金字塔 古夫金字塔 他们那个金字塔顶端 埃及金字塔 我们现在看了 好像是尖的也没有 其实没有 埃及金字塔顶端是不见了 埃及金字塔实际上它顶端 最尖的那一端是不见了 所以它这三个 就产生了一个相当的连结 为什么美国的一眼美超 画出这个上面这个飞起来 埃及上面的那个顶石不见了 埃及上面金字塔顶石也不见了 俄瓜多在这个黄金洞里面 找出来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石头 这个像金字塔的石头 它上面也是有一个 所谓的上帝之眼 它1965发现以后到现在 所以全世界眼光讲 说是不是美国这个一眼美超 它其实它以前 有人讲说是共计会提供的 这样一个图案 以前共计会他们一直在 研究所谓的神秘 所谓的神秘科技 或者神秘力量 他们以前是不是得到某种信息 有所谓这样的一个金字塔型的 这个上帝之眼 它可以带来某种所谓 我们讲说那个宇宙的一种能量 在它身上 所以美国的一眼美超 被变用了这样一个图形 OK 那这个在201 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现 我特别要讲说 以前在电商没讲过 201美国纳萨公布了一张图片 这张图片是什么 你看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很像 这个是同能有没有 我们眼睛这边蓝色的瞳孔 而且会发光 旁边一圈一圈的颜色 到最旁边 这个眼眼的形状都很清楚 有没有 这个眼睛 这个眼睛这边也放大 也在这边 这个眼睛其实是哪里 为什么由NASA公布 跟刚才有什么关系 这个眼睛其实它是一团星云 叫菲利可斯星云 这个菲利可斯星云 它是在哪里 它离地球650光年之远的一个地方 多远了 我们讲一个概念 从地球到太阳 乘以4000倍的距离 它这么远的一个地方 可是它是所有星云里面 距离地球最近了 最近的一团星云 这个是一个超新星爆炸 我有掉一支影片 超新星爆炸的时候 就是那个威力之强 那个超新星爆炸 爆炸的时候 这个超新星因为它的能量 质量比太阳大三倍 大三倍 所以一爆炸的时候产生这个光 这个光是太阳的 差不多1亿9000万倍的一种光芒 所以非常大的一个质量的一个星星 那这个星星爆炸了 爆炸以后产生了 你可以看 它产生了慢慢的那个光 经过几百年几千年 甚至几万年 慢慢稍微冷却以后 形成这样的一个星云团 那这个星云团来了 NASA称这个星云团叫什么 我们学柄叫 非力可思星云 NASA直接叫它叫上帝之眼 宇宙之眼 这个名字就很崇高了 对 那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这个是1824的时候 才发现有一颗超新星爆炸 到2009美国的天文望远镜 拍到了这个影像 2010公布 公布以后所有的你研究 印加文明古文明的这些学者 科学家 天文学家 都开始做了一些连结 做了一些探索 为什么 因为这个影像 你看跟刚才我把这个放大 刚才那个金字塔 上面顶端那个影像 那个上帝之眼 几乎是一模一样 几乎是一模一样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 你说是这个地方 就这个地方 你看他晚上的时候 对 跟美国金塔 他们都有一颗眼睛在那边 叫宇宙之眼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段 这一段非常有趣的在哪里 这个地方我刚才讲说 它爆炸 爆炸了以后 它产生了一种辐射能量 非常强这个地方 那爆炸为什么会爆炸 超新星爆炸的时候 是因为他 他这一颗星 以前星还没爆炸的时候 他星球跟我们人类一样 有受命 慢慢慢慢会衰老 星球只不过是 人类可能几十年 一百年八十年衰老了 星星不一样 星星可能 星球我们讲星球 可能经过几十亿几百亿年 他开始衰老 衰老以后他内部 会有产生一些核融合的一种现象 到后来他爆炸了 爆炸之前会有一些 所谓衰老的一些人要走了一样 开始有病有什么 大地隆起 或者说山崩地裂 种种 那这颗星星如果有 外星生命存在 他们是不是必须要 因为已经知道衰老了 衰老了 一些很多变化了 大地塌陷了 他们是不是要以他们的科技力量 向外寻求一种所谓移转 像地球现在一直在砸火星 哪一天怕地球衰老了 要转移到火星 转移到哪里 他们有这样的科技开始走了 走了以后 他们回头看的时候 这个爆炸的影像 是他们最 生命最终看到最重要的一个影像 所以他们把这个影像 留下来了 留下来 所以他们讲这样一个连结 就可以解释 厄瓜多跟所谓埃及顶时不见 跟美国一眼每叉上面 为什么这么重视的放这样 所谓的一个上帝之眼 所以你的意思说 当这个所谓的 另外一个境外的文明 来自于这个星球星云 他最后一眼看到 绝美的影像在这里 于是乎他曾经来过这里 他来过这里之后 他把这个影像 留在你刚刚说的 起初的黄金洞穴里面的 这个位置 对 这是证据之一 这是一种连结之一 第二个连结是 为什么这个地方 我们会做跟外星文明 做一种连结 厄瓜多尔 你知道古印第安人 什么叫印加文明 古印第安人创的 你这样的一个洞穴 这个洞穴考证出来 它里面的东西 第一 既有很高的辐射量 刚才讲那个超新星爆炸的时候 那个辐射的量会比太阳 中太阳一升 一直有太阳到现在 还要高一亿九千多倍 将近两亿倍的那个辐射人 这个洞里面的东西 全部含有辐射 那第二个 这个洞穴从一万两千年前 我们考证出来 一万两千年前到六千五百年前 这个洞穴里面的文明停止 停止到六千五百年前停止 那这个洞穴你知道 它进去以后 它长达多少了 以古运家人没有办法做出来 多深 四千公里 到目前为止 探索出来有四千公里长 它不是单一一条一个洞穴 它是有分叉 对 有分叉 那分叉的 里面有一条 它是深入 我们知道二瓜多尔西边 就是大西洋 它有一个洞穴 是直接深入大西洋底下 没有人知道 而且洞穴里面 很多的那个墙壁地板 它是有打磨过的 非常光滑的 到底谁住在这里 擦过有一些颜色 没有人知道 谁来过 辐射距这么高 你人可以生存 它里面四千公里的这种洞穴 里面有这么多的东西 这么大高的文明 你不可能 不可能是一般人做的 所以很多它里面指向的是外星人 所以柯佳现在很有興趣 就是这个金字塔 为什么它跟埃及的金字塔 形状是一样 很多在研究 我带这本书在研究 他就在研究这个二瓜多尔 黄金栋里面的东西 你看这个很漂亮 晚上的时候 这个所谓刚才 我们在影片上看的金字塔 它是完全一样的东西 而且他们在这里面 不只是这个金字塔 它里面还有发泄很多 花光的这种所谓 用玉做的石头 用玉做的石头 包括这个也是 这张也是 这个都是里面发掘出来的东西 还有这一个也是 那这一个我特别在讲 刚才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 那个金字塔 我们如果把它倒过来 就二瓜多尔发现了这个石口 这个金字塔把它倒过来 这个宇宙之眼在这边 它底座 底座它是打磨磨光的 你看这边有三颗 这边有两颗点点 这个是什么 这是猎物星座 下面藏了一个星座 对 猎物星座在那边 它跟埃及吉萨三大金字塔 对应的是猎物星座 都是猎物星座 都是猎物星座 莫名其妙的一种连结 都是猎物星座 所以有人讲说 是不是这个所谓 所以刚才讲这个星云 菲利克斯星云 它爆炸的时候 它要来到地球中间 有停留过猎物星座 做这种大胆假设 为什么大家都跟猎物星座有关 上面有四个符号 有没有看到 这四个符号 经过几十年的语言破解 它四个字 就是神要来了 或者说我要来了 留下这样的一个东西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是谁要来了 他们自称为神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以外 另外这个里面 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们讲说黄金书 黄金书 它黄金书其实 我觉得最重要的有一点 大家很少提到是 它的黄金书 其实不是真的黄金而已 它的黄金书有三千多页 高大概七十公分 一本书 高七十公分 宽大概四十几公分 这样的书 你翻页的时候 有时候你把它折到 折到那个书你把它压 因为书液很薄 那黄金它你压断 延展性 对 但它这个是记忆合金 它那个书你如果把它压 比如说压扁 凹过来 它可以再坦回来 但你这个是六千五百年 到一万年这么古老的书 记忆合金 对 所以其实这边是非常可怕的 另外你看它这边还有发现 你进来也有发现这样的一组杯子 这个杯子你仔细看 它其实上面有很多那个 所谓天气那个星辰的一些布置图 一个大杯子 十二个小杯子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晚上花光了 是这一个 是这一个 我们把它放大 那这个大杯子 它很奇怪 六千五百年前到一万千年前 这旁边这十二个小杯子 你把它沾水 沾满水之后 把它倒到这个大杯子来 刚好一个大杯子的容量 是十二个小杯子的容量 以前哪有这种几何知识 数学知识 而且你要如何去做成这样的杯子 这个好神奇 对 十二个杯子的水 倒起来刚好一大杯的水 而且这个杯子 你注意看 它这边还是又有很多星座 包括这个猎父星座 蛇乎星座 全部标示在这上面 你是说这个杯子 晚上自己会发亮 也是发亮 亮出来的 可以对应到天上的星座 对 没有错 它里面其实发现很多种东西 后来其实你在 在厄瓜多尔的博物馆 还展示 在这个黄金座里面 曾经找过一个像石雕 这个 有一个人形 我们把旁边这个 现在太空人做一种联系 它带这个 其实有三个 其实有三个三具 都是戴太空帽 这个大概一尺多而已 其实不大 一尺多 它雕塑出来 表示说 而且这个你如果知道 它是有戴手套的 这边右手这边截掉了 它其实有戴手套了 这样的一个人 戴着这种所谓的头盔 戴着手套 在6500年前 根本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形式的存在 所以说他们讲说 这个跟现在 其实我看到另外一个石雕是 也是太空帽 底下这边还有那个呼吸管 从嘴巴这边有一个呼吸管通到外面 这三个石雕 其实现在在俄瓜多河的那个博物馆 里面都看得到 所以俄瓜多河 你看它出现了多少神秘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 有人讲说它是古印加文明 但有人讲它不是古印加文明 它是一个在古印加的年代 不晓得大概6500年前 曾经有所谓外星神秘 来到地球留下了这一个黄金洞里面 这么多神秘的证据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真相 起来 是